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Lam的频道 今天阿Lam就和大家分享 粤剧《零零》有花旦王的称号 就是方艳芬小姐的戏剧生平 方艳芬生于1926年4月2日 他有芬咸的,有MBE芬咸和BBS芬咸 方艳芬原名叫做周冬市 另外他也有名叫做梁艳芳 他出生于广东欣平苑揭马乡的南亢农村 他就是一个粤剧的表演家 方艳芬曾经在1952年和1953年 连续两年在香港报章《娱乐之音》 主办的《梨原三王》选举中 获得独者投票,选他为花旦王 方艳芬自小就家窮 由他的同乡梁甄姑 梁甄姑即是梁玄桂的孙女 自小就由梁甄姑抚养他 所以方艳芬就译名做梁艳芳 跟着梁甄姑姓梁 后来就迁居到广州 梁甄姑的样子本身是一个粤剧的外号者 所以连带也影响到方艳芬 对于粤剧也产生了一个浓厚的兴趣 方艳芬曾经向蓝花旦白杰 白杰初原名叫做夏伯祥 和超兰芳等人学习演戏 后来就拜了王九做他的开山师傅 获得王九推荐他去到戏班工作 并且由音乐家易剑全 替他改了一个艺名 这个艺名就是一路沿用至今日的方艳芬 在1936年方艳芬就进入了各星剧院 1937年和红线旅一起进入生寿年粤剧团 而在生寿年里边边学边边演 在1943年就是在大东亚剧团 升任这个正印花旦 而声 golf 역시圣语逼罗 越来越红,后来抗战结束后,方艳勋首先加入了罗家权组织的周峰联班 后来就转为加入大龙凤剧团,这个大龙凤剧团就是广州的大龙凤剧团 他曾经跟白玉堂、何非凡、辛马斯增、冯净华、陆伊朗等人合作过演出 方艳勋就凭着夜祭雷锋塔里的《反善二皇万版》成名 并且他自创了一个方康,即是方艳勋的康口 在方艳勋退隐了这个离元数十年之后 他的方康都仍然继续流传 他的传人分别有李宝盈,在舞台上的演出和唱片录音都有很多版本 方艳勋自己称话,去日他立入的徒弟放弃了这门艳术多年了 所以他自己不算是有传人的 在1948年一月,他就和罗品超等人组成了《洪峰剧团》 在1949年秋天去到香港,就和陈彦堂、罗家权、陆云菲、冯镜华等人 组成了《艳海堂班》继续演出 在五十年代,在五十年代,方艳勋就和薛角仙演出了《汉母帝梦回惠夫人》 另外,又和任劍辉、陈锦堂组成了《金凤平》剧团 这个班主就是何宅,而当时的编剧就是《大名鼎鼎的唐狄生》 就搬演了大量唐狄生中期的作品 在1953年,方艳勋就自己组织了自己的戏班 那个班名叫做《新艳阳》 这个新艳阳就和明令任劍辉、新马思曾和麦炳荣等人合作 在1954年,邀得学者简佑文就编写了明末史剧《万世流芳张玉桥》 和潘一帆又编写了《梁竹行史》 用来做这个演出 简佑文编写《明末史剧》后来由唐狄生再修补 然后演出 唐狄生自此深入鑽研粤剧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那么渐渐地唐狄生的剧目就更加多了一个文彩了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方艳勋的演艺生平 分享到这里暂时就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好,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方艳勋的演艺生平 拜拜